好 國民黨踢爆了 說鄭麗君家族透過白手套 吸進大陸賺大陸的錢 紅錢 其實我認為國民黨並不反對 去大陸做生意 說你今天去年 前年賺了1600億 去年賺了差不多將近900 1000億 美金 所以國民黨一直鼓勵說 兩岸交流 包括通商 只是他的角度是說 你民進黨天天抹紅我們 抹紅台商 把台商當成二等公民 然後現在你們自己 也去幹這個事情 其實藍雲的角度就是這個 你是兩套標準 你們自己在幹 你們還罵別人 徐曉星說 他還把對賬單拿出來 說新市政 因為鄭麗君說 我嫁過去後 他們就不搞了 就換了 股東都換了 他說你子公司出貨 檢驗單還掛鄭麗君 丈夫持有的母公司 你只是看起來好像沒有關係 其實你還在控制 檢驗單要幹你贓幹什麼 為什麼要幹你母公司的贓 所以表示你確確有在做生意 只是拿中國子公司當成白手套 所以用白手套掩人耳目 所以鄭麗君說他丈夫 已經撤大陸投資 是假的 我覺得鄭麗君這點要說明 到底真的還是假的 我認為你去投資 也沒有什麼不對 就做生意很正常 只要我是正常做生意 沒有什麼不行 但是你假造一個東西就不好 國民黨說 既有中國旁 竟有中國軍 另外吳春城就建議一個 成立一個反貼標籤法 你什麼意思 跟大家講講 這個其實民進黨支持俄國 他民黨是最會知道標籤的 標籤印刷廠 就是所有的問題簡化 在大選過程一樣 這個是中國介入 我覺得太廉價了 所以鄭麗君他那個 其實剛才講 藍營的對做生意 其實民進黨最早期 許信良就主張大膽西進 他是學猶太民主 以色列 對不對 整個進去了以後 掌控美國的政經所有的資源以後 未來整個都完全支持 以色列 猶太民主 同樣的台灣 當時許信良也是這種認為 大膽西進 台灣人的優秀度 包括你看閩南人 到了東南亞 都掌握各地的政經人脈對不對 台灣一定也有這個辦法 這樣不是對台灣最安全的嗎 你現在怎麼 也不讓人家來鎖國 然後在這裡 把台灣搞得變成 全世界最危險的地方 這個叫愛台灣 所以我覺得 這個都是內銷 只是賺內部的紅利而已 在搞這個 所以我覺得應該通過反標籤法 不能所以 因為你貼人家標籤 不能用言論自由 可受公平 因為一貼以後人家就受傷了 人家就受害了 然後你都沒事 所以我覺得我們立法院 真的要好的一個 以後協貼標籤 你要舉證 你貼人家標籤的時候 你要舉證 不然應該要有選擇 我覺得村成尾應該要加碼 除了反標籤法 也要反連連看法 這個徐曉青前幾天他的爭議 其實大家也都知道 大家都說這個迴力標打來打去 就是有一天會打到自己 過去大概徐曉青大家都知道 他這個戰力十足 但他的戰法就是 哪一個表格出來連連看 然後把大家都抖來 覺得偶爾大家都是共犯結構 但我們今天看到就是說 你今天立法委員要質疑 或者是要質詢任何事情 我覺得都有他的 基於他的選擇 這個都可以 可是他今天講政立軍 今天講了這麼大篇的記者會 他到底哪一點違法 哪一點有問題 這個我覺得又跟大家過去 很厭惡就是說 其實這種連連看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貼標籤 這個也是一種抹紅 我其實非常認同是說 兩岸真的要正常交流 包括經貿交流 我覺得這也是民進黨 持續在努力的方向 我跟妳講 政立軍說 他先生跟他結婚 有已經撤出中國的投資 而且持續加碼投資台灣 投入尖端研發 我想說到底是怎麼樣 要講清楚的 絕對不能夠說這種 這種櫻花接木不可以 如果真的就講清楚 對 就剛剛衛斯所提到的 這哪一點違法 現在不是違法的問題 現在我就說 你如果符合我們一些條文 符合兩岸關係條例 符合我們在對岸做生意 沒有踩到任何的紅線 照法來說的話 當然沒有違法 現在的問題就是 每一次我們都提出 像如果說今天換個角度來 國民黨也有一些人 也是做同樣的事情 可是你們就 只要是有那麼一點點的相關 完全不論是非 就完完全全就把你抹紅 然後你把它貼上這個標籤 我這是對我們來說 才會在發生這件狀況的時候 你會被大家來做一個反擊 但是我還是要提醒 鄭立軍副院長 你現在斬金截鐵說 都沒有在中國的投資 如果今天又被拿出一個 市政出來 你這句話可能對你的公信力 就會大大打的折扣 所以我個人覺得 你把這個關係圖講清楚 把它講清楚之後 你不用再額外去 斬金截鐵的這樣 否則很多東西的回憶 比較會打到自己身上 對你的公信力來說 真的是非常大的嚴重影響 就像他講子公司 到底是醫院的母公司 這要搞清楚 不需要 來 我們看一下 鄭立軍 那他是賺紅錢的家族嗎 他們是一個紅錢世家嗎 國民黨立委許好心 以砲口瞄準準副隔魁 鄭立軍的先生沈學榮 搜出關鍵新市證指出 子公司東莞方廁的產品承認書 竟然只在封面 有寫子公司名稱 從塗裝品的測試方法頁 出貨檢驗報告 到材料安全規格表 都是母公司資料 東莞方廁電子公司 他實際上面是台灣居詞 在大陸的白手套 需要新加碼 秀出客戶對帳單 明明是從子公司出貨 但相關聯繫窗口 卻是母公司 甚至搬出家族關係圖 質疑台灣居詞 跟東莞方廁關係不單純 因為2012年 鄭立軍選上立委 子公司負責人變更為女兒 2016年擔任文化部長 負責人又改 甚至在2020年 把子公司名字更名 不過鄭立軍反擊 在2010年與丈夫結婚後 就不曾載到大陸 加上避免惡意攻擊 已經撤出大陸的投資 痛斥根本是舊範重草 鄭立軍副院長 長年以來在國內 大家對他的認識 是一位非常有文化底蘊 我想對他以及他的家族 我們都充滿了感激 准隔回 卓榮泰也替自己的副院長發聲 只是這話乍聽之下 一度讓人摸不著 在說什麼 你不知道刑罪院長 感激他家族什麼 乃謙 對 我覺得我現在 對於未來的卓院長 我們可能會有一些很華麗 很文青式的語言 在未來幾位在立法院 跟他的巡答之中會出現 其實鄭立軍他的先生 在大陸有些什麼樣的投資 他本來就不是違法不違法的問題 而是民進黨一再的採用雙標 來去對待綠營人士 以及非綠營人士 正常的投資 然後正常的經營 沒有違反任何國家的規定的話 他竟可以在那邊做 但是因為 就是因為民進黨過去 常常給人家貼這個紅帽子 所以才逼得他先生跟他結婚之後 要用各種各樣的手法 把這個公司 然後又去成立這個子公司 然後要切割他們的關係 本來根本都可以 不需要這麼的麻煩 更何況鄭立軍 他既然在第一時間說 我先生在跟我結婚之後 我們就已經不再到大陸去了 可是如果說 今天被許巧欣找出來 他中間的還有 他拿出了這個對賬單 還有這麼清楚的 一種聯繫的話 當然我們內定的 行政院的副院長鄭立軍 當然有必要說清楚講明白 還有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問題 就是內定的經濟部長郭志輝 他的公司在大陸 有這麼多的投資 他現在雖然說他就退出 公司的經營 不關他的事情 但是他很難 他的經濟部長底下是有投審會的 這是會牽涉到我們未來 兩岸之間的投資和貿易的行為 如果說你在民間的時候 你就是鼓勵兩岸之間 有正常的經貿的往來 跟互動的話 你就應該要鼓勵台商 去大陸進行相關的投資 因為這可能對台商也是有利的 同時也對於大陸的資金 到台灣來投資 也應該採取相對開放的態度 而不是在民間的時候 採取一套做法 等到當了經濟部長的時候 可能又是另外一套做法 不過基本是這樣 鄭麗君的先生 本來就在那裡投資 我們台商有很多 你問我不覺得這是什麼不對 本來就是 本來就可以投資的 但是因為要跟他結婚 就把大陸的投資撤出 我覺得這交往過正了 有這個必要嗎 為了結婚搞成這樣子 愛也需要這樣表達嗎 好 然後鄭麗君又說 他已經撤出中國的投資 如果真的是的話給我們看看 你撤出有資金流程 資金有流向 你在那裡投資多少錢 獲利的多少錢 你撤出了多少錢 大家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撤出 我覺得這滿重要的 沒有人叫你撤出 但你既然說我撤出了 讓我們看看